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中午的節目 現在11點46分 恆生指數今早顯著低開 之後,稍微曾經反彈 現在升幅稍微,應該說跌幅又再稍微翻國大 留意一下,如果看今日開市的價格 恆生指數開在22519、22519、2122945 即是400點左右的揚足 剛才最高的時候,稍微反彈一點 如果看恆生指數今日最高位的時候 從幾度縮窄到近1,000點左右 近1,000點左右 如果這樣看的情況之下 暫時來看,都是一個叫做低開高走 最高位是23、273、23、273 如果開市位222519的話 曾經就約莫都有760點的揚足 760點揚足 現時就大概就是430點揚足 430點揚足 你說夠不夠可以確立去墊底呢? 如果看到這枝羊竹的話,可能可以考慮一些東西 譬如怎樣呢? 譬如見到最近的跌勢來講 羊竹不是未出現過的 曾經試過上升 當日這枝羊竹的話呢? 這枝羊竹的話,嘗試過上升 這枝竹身是似的 之後當然又再跌的 當然,當時的超賣程度就不合現在的 當時的美股也不是現在的價格的 所以就有好幾個因素去想的 初步,我會告訴你今天那個可以想撈底的一個把握性 不是絕對百分之一百,但又在這裏 好了,我會接下來怎樣看恆生指數呢? 今天就開出來這些位置 當然就不宜再失 不過大家在做好的情況之下 或者在反彈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控制住碼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知道 有時我們譬如說 設置22519 今早的低位 用來做止洩 如果做好的話 你要知道現在這些跌市 其實一低開 可以是去到21519 touch woodtouch wood 即是說你設不到止洩 因為它一低開 是已經是 離天萬丈的 你不會說我設今天低位做止洩 拼不到就算了 不是呀 一低開 已經是不知道去了哪裏 這件事是令大家 我想如果在玩衍生工具 我從來都不給評論 即是大家如果喜歡玩衍生工具的話 就後果自負 也都操作自負 不是嚇你 只是說這些東西是自負的嘛 但是情況就在於 如果你只不過是可能用一些反向ETF 今早我覺得可以留神的 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看譬如美股來到這些位置 假設上升海嘯之後的上升通道是不失守的 當然失守的話就另計 要再去防守一點 所以現時我一定不會將我想買的註買用完 譬如分兩柱 譬如分三柱 是這樣的 你現在這一刻看到恆生指數 那個叫做跌幅稍微收窄一點的話 看看下就又如何 不過我其實見到很多股份其實都配合 當然也都不夠今早收窄到只有1000點的時候 那些跌幅的 譬如700 其實你看到很多股份都出現洋竹 而且是顯著的 700 以下並不是推介 全部都不是推介 只不過就是 你看一下 九九八八 有很多股份的 我拿出來 這些已經不算了 就是3690 你看2382 曾經 這支洋竹是不是很大 是不是 我事先不是隻隻的 所以有些開出來不是英俊 你有我 睡星 跟大家一起看 睡星不漂亮 但是2382漂亮 是不是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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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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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還有些甚麼得戚的 5G 788未得的 可以再好些的 763 少 少 不算合格 即應該合格不算勁 262342 可以 可以 552 可以 OK 是不是 所以大家還有些甚麼 呃 還有些甚麼 你最近那些醫療 這樓不行了 大陸性 241 這個OK 當然已經勁到 這些要破頂 不知道吃錯甚麼藥 好勁 當然 1789 愛康 不行了 大陸性 是不是 所以大家還有些甚麼 很多時候你都是這些板塊主打的 藍籌 1299 都OK 雖然他彎了下去 但是至今日來說暫時OK 300板 不行了 231板 OK 是不是 是這些了 是不是 基本我的箭頭 大一梯對的 這些股份 數了 那真是都 都不頑皮的 有些 是不是 所以 即是當那些主要的股份 是這樣的時侯 可以想多一點點東西 不確認見底的 不確認的 所以一定 不是all in 不敢太進取 最多做一下 一點點 做一點點 所以今天是 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好了 跟手 就去看回整間 阿磅 其實都真是滿光紅 很多都超過半成 因為市場都半成 騰訊是半成 ATM全部都是 基本 跌得多的是 匯控 跌6 跟手 移動就跌8 有人問 為什麼移動跌8 我也不懂解釋 一塊本身的垃圾 它再變成特別臭 有什麼出奇 又可以說出奇 又可以說不出奇 為什麼舊垃圾 都 今天不夠它臭 它特別臭 我真是解釋不到 那 融創跌7 你想一下 周末當頭 大家都在衷敬 人行商鋼 其實都 沒有什麼得炒 這些內房 好了 跟著銀魚跌6 長和跌8 海油跌7 真的什麼都便宜了 海油曾經 上個星期還是 13、14元 現在只剩7.21元 所以大家就小心一點 現在暫時來說 恆生指數的跌幅 都是 暗暗一下 跟大家看一下 小視圖 看看有沒有什麼得著 恆生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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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線圖 當然就是 剛才說的羊竹 我剛才不是說 逐一隻鼓開出來 看看有些竹 夠不夠的 有些十字星 我說不夠的 有些 收窄的 很細細的羊竹 都合格 但不夠好 有些羊竹 其實現在最美是 信譽那條羊竹 如果你有覺得再美一點 你可以告訴我 但暫時開這麼多隻 信譽那支 就叫做 靚竹 如果你說 恆子這條竹 我都會說 都OK 都OK 所以這樣來判斷大事 但我會想說 由於其實轉向已經明顯 所以我會很 詳細的 跟大家去 講一個 體的方法 希望可以 你們apply 在自己的股上 因為我未必 能達到你們全部的股份 很簡單 對個例子 凡是今天低開刀 就有支足的股份 就以恆生指數為先 你一定要用 今天的低位 雖然我剛才也說過 現在這些動盪市 一開 其實已經是 GAP DOWN 你很難去 execute止蝕 但你可以set止蝕 I mean 你不是真的在 SYSTEM 裡面按 我最不喜歡 就是先按 假穿那怎麼辦 好不就糟糕 我最不喜歡先按 我意思是在一個 Mine 上設定 以今天 那些價為一個 叫做 目標 防守 止蝕位 和支持位 即是 止 和 G 都是這些位 往後 一條線線 你當這些位 我當 我粗略一點說 目標 只能夠這樣 OK嗎 26,000點 OK嗎 如是者 其實你可以 apply to 所有的東西 譬如 你想說些甚麼 譬如 騰訊好味 好了 其實圖案是不一樣的 楊竹挺好的 我給它OK分的 那你又用這個位 又用這個位 來做 那個叫做 336 336 那這個呢 就是 止和 支 支持點 和 止蝕位 都是 今天開始位 那目標是什麼 這些位 之前雙頂頂絲 那目呢 就是 373 即是所有東西 如果你們今天想罵的話 都以今天開市位為 支持和止蝕位 向上網看回 之前失了的大位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不容易再突破 失了的大位 話都明是大位 但是 你後抽上去 retest 再落 這個 就可行的 反之 所以 大家就試一下 從這樣的角度 來去 監測 自己手頭上的 所有 股份 我覺得都可以 用這種 去 設位 OK 現在 恆生指數 來到 1400點左右 跌幅 較低位 400點 陽軸 左右 現在進入 準備半日市 不如我們去廣告 提前一點 稍後回來看半日市表現 好 現在回到來 恆生指數 結果半日收 1404點跌幅 22904點 成交方面 越來越大 983億 又再看看 南下 北上 那些資金流 方面 有沒有啟示 北上方面 就是流出了 116億 交沉入 60億 差不多 上昇指數 今天跌了 97點 3個百分點 97點 跌了 2826點 而 點數 3.3個百分點 至於 港股方面 今天仍然是流入 昨日計流入是129億 南下的資金確實是挺洶湧的 不過 究竟 代不代表市場可以撐倒呢 當然 不一定 因為 昨日就已經120億 結果今天都要跌成1400 所以大家就自己去審慎少少 如果再去看恆生指數方面 目前來說 其實都是 那個 我感覺上 今天其實 當然 沽壓大 但是 資金流出的情況 開始收窄 當然 這個資金流出的收窄 某程度上 可能和資金流入有關 這句好像很廢話 先聽一下電話 電話旁邊有Wendy Wendy你好 早晨 早晨 要你等 不好意思 今天問三隻股票有沒有時間 請講 我想請問第一隻 逐隻來 幾隻 龍湖集團 我之前在37元入了 這隻股票我都很喜歡 例如我想溝貨的話 哪個位溝貨 我會知道 先講這隻 好 星期間的時候 明天後日 市場會憧憬人行做事 基本都要做就盡做 因為全球都是這樣 都不用節省 因為全球都不節省 都救不到市 人行都會盡做 看看有沒有機會 雙降 即是減息 降準 一起做 今天跌三個百分點 絕對跑贏 我剛才都沒有看到 你這隻 老實說 如果說順宇那隻 楊竹勁 你這隻勁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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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低位都不是穿很多 橫行區 還要對上來 我會說 你這隻股份 相對是穩陣 32個半橫行區 上方大概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就要求到大概37.5個左右 是一個橫行頂 老實說 現在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市去搜 剛才所說 如果一些市貨幣超跌的時候 那就開始可以拼 讓觸反彈的話 其實我覺得 恒指那種 可能要有搜的必要 你這隻 你講那些 老實說,追求的必要是不存在 因為你某程度不算輸很多 而且從圖裡看,你從來都沒有轉過弱勢 所以我覺得只等就算 進取得來保守,保守得來進取 進取的地方就是我會叫你保守 我會叫你保守就算了,不用加 因為也不是差很遠,不需要拉低成本 思考,保守著它 第二隻呢? 小隻很喜歡的,813細默,就沒有貨 我想買的話,哪位買會好些呢? 是不是真的很想買兩隻內房呢? 很喜歡買貨和很喜歡買兩隻內房呢? 老實說,我覺得其實很明顯 剛才如果我是你,我真的會跟你說 你一隻龍狐狗 我是很喜歡世貿,但是僅限於 當時你想想它,其實很美滿 好,現在落一落,上一上,落一落,上一上,落一落 其實我覺得呢 一來它今天沒有洋燭,只有升 二來呢?其實防守位置呢? 最後防守呢? 就已經在之前的低位 那這些位呢?就是叫做 24.95厘,你說25元 其實不可以失的了 但現在其實你今天呢 只是25.2而已,老實說 說失就失的 所以呢,我會說 剛才那隻你維持在高位的橫行區 是維持得很好 這隻其實已經轉了小 所以,我情願你遲些再打來 我現在都不想給你一個價錢 你說什麼時候可以買 等那個浪稍微站穩先 而且真是 如果倒轉這樣說 如果你明明有一柱錢 我兩柱都是想買到內房的話 那我寧願你加龍狐 倒轉頭 那龍狐什麼位加得好 雖然,其實我馬上就要跟手 雖然其實差不再加 但是這隻813不要了 算了 OKOK 保持住那柱錢 第三隻 OK 師傅,我想問多謝鐵塔 我想炒波幅 應該哪位賣好些 鐵塔今天如果陽足可以好些 我會再大信心一些 雖然我現在不代表對它沒有信心 但是,它跌回失教 早前1.82 那現時如果你想炒波幅 假設你相信今天其實市場都OK 看到都低開高手 想搏搏搏搏 那我覺得你現價都可以 但是,目標就沒有那麼快2.2 我不是說中長線的目標沒有了2.2 而是沒有那麼快2.2 因為,都還要站穩1.82才看2.2 所以,現價先駁1.82 OK 知道 OK,謝謝你 謝謝你 拜拜 順便要回答其他朋友 今天有很多問題 還有好幾隻股 但每隻的放不多 今早每隻走了一半 等著,留住等反彈好嗎? 其實都OK 老實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給我一些號碼 我就還說得清楚些給你聽 即不是每隻值得留 也不是每隻需要就一半 雅生活 老實說 34個半有貨要如何應對 其實,真的不算什麼恐怖 短線,你看看可不可以上回32.3 上回的話,實情脫險 不用追求,不用急著 好了,2018 什麼位可以入 老實,這些小股就不入了 真的不入了 寧願,你看看信譽都還好少少 你看見他的陽軸 是不是? 有沒有貨可以入 今天我暫時推介著兩隻先 一隻7200做好恆子 一隻7261做好蠟子 是這麼多隻 但是都是記住分駐的第一駐 不會 不會 因為 把握未曾大到要這樣 OK 你想想 其實幾千都跌得下來 你等他 譬如我講恆子 其實道指如是 大家的基數都是兩萬多 幾千都跌得下來了 老實 我給他升一千 才去股底 其實都未為晚也 好 假時間 好像你們繼續說 2669 會不會分駐 這樣 五多二有小絕 這些也是 都未改 你年較早之前 這些大概 六元一毫一 那些都未失的話 未曾轉勢 五仔 現價 老實 雖然他很噁心 但是 以單日的陽軸來說 他真的不頑 現價收息 我都不太想 想部署 歐洲繼續跌 可以指教嗎 好像大陸的ETF 沒有 那你真的要去海外 海外的話 我沒什麼好教 自己研發一下 或者你給一點時間 我有空再考 反正我現在未曾看 7500 現在還可以入 等於為何我剛才說 推介那些 做回正手的 你現在問做不做反手 老實說 我就 做不做 做淡 我就覺得 有少少 concern 1157 中聯重科 其實現在這樣塞一塞 自己小心點 小心點 目前的勢頭來說 就 一般 你都是要看這個位 最好盡快收穩 5.62的位置 2338 幾隻都是基建器械類 最好盡快 盡量去體分 找較早之前 13.52 3808 原來問三隻 重叉 13.26 最好盡 5號 都不是 8801 是否很強 強什麼鬼 雙頂 穿頸線 不算 問來做什麼 不知道 914 又是堆了幾隻水泥鼓出來 剛剛搜到50 看看你想做什麼 3323 還好 但其實都失去中間 1313 其實還好 這些股份 老實說 剛才914 和1313 好少少 743 穿了 所以說 譬如說9元 9元是一個支持 但是穿的話 就要下一個支持 所以不要冒盡 如果你說水泥的話 914和1313會好些 但是不知道你想做什麼 788 剛才說了 然後2128 有機會下10元 其實有些股份 都偏強 這隻也偏強 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 其實10元是一個很基本的回調幅度 也不代表中止了升浪 但是今天也挺漂亮的 這隻羊軸 似乎短線 未必要這麼下 他真的很強 是啊 這些叫做聯數 甚至乎 853 6186 這些 飛鶴 這些你看都厲害 心動 最近都 打不死 9988 什麼位可靠 最少站穩 就以這隻為例 好了 你當你這隻人 祝今天合格 不是最漂亮的那隻 上方200大位穿左 187 這些是Day1第一口價 以今天開市價179 作為一個 指和支 目標是200 就是這樣提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提 這樣提 OK 99 9928 你看 真的強到你不相信 有7元貨 用不需要走 不用 照保 968 這幅圖 跌8個百分點 那就轉彎了 轉彎 8個 4個8號7有貨 又沽出嗎 是啊 是啊 雖然遲些賺少了很多 但是 都照沽出 今天楊祝也不明顯 763 31元有貨要走 他暫時看他可不可以修復回29 7先 5G始終我有點喜歡的 616高山 這麼奇怪 618下飛鶴 你說飛鶴就可以了 現價可不可以入 其實都 真的偏強 考慮一下 6823 香港電訊可不可以入 都是收息 股價相對穩定 1310就 隨便入一隻 就算了 6823 好了 現在半日事 節目都差不多了 下午 下午 我又不在 Vivian應該在 3點45分再練 拜拜